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落风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前面咱们也用自己定义的方式实现了赛神的存储 对吧 我们更了解了赛神的生命周期 也就是每一部分的详细过程是怎么样的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前面我们做的实验是在泰斯的里面做的实验 对不对 这里边增山盖查试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用 那我们现在原来我们做过一个登录和查看邮件的一个小的一个例子 不能说叫像 对不对 那在这里边我们再看一下 在开解绘画之前我们是不是包含了这个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其实我们可以解画一下 赛神斯大这个我们可以拿到这个文件里面去 看到了吗 在这个文件的最下面 加上一个什么赛神斯大 其实是一样的 对不对 这样的话我们就只需要开启绘画的时候包含这文件就可以了 对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小的例子好不好用 能不能用上咱们这个程序呢 我们访问一下 在访问之前我们先打开这个部落 我们看一下绘画这个里边的 对 三十文件 现在是没有的对不对 我们把它随小化访问一下 Blockhost里边的index.peerp 没有登录就会给我转到登录地面 你看一下是不是适合一个文件 但是没存储东西呢 里边内容是个微量 对吧 然后我们这里边用妹子 系统登录一下 是不是登录进来了 对 数据文件是不是写入数据了 你看证明咱们在这个里边 也可以用自定义的方式 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退出一下 看一下这个文件就会消失 看到了吗 证明我们销毁那也可以 对不对 咱们用test的 咱们前面有做过实验 就是计息的实验 对不对 也是可以删除成功的 所以咱们这个都是可以的 放到项目里用 只要在你以前有三十四大的位置 使用这个就可以了 咱们现在写的过程 是跟系统的功能几乎是一样的 那你就如果系统功能几乎一样 你就没有标赶赫 对不对 但是咱写一遍 有助于咱们了解三十的生存东西 这是有好处的 对吧 另外再要 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构 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为什么这个结构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因为它是过程的函数式的 对不对 我们在其他就是应用的话 这里边整个文件代码的所有的函数 都得考过去 对不对 和我们项目规划的时候 放在一起会比较乱 所以咱们采用面样对象思想编的话 会把它做成一个类 对吧 嗯 那我们看一下怎么把它做成一个类 class 我们随便起个名叫做文件的 session scii 可以吧 把所有的都把它包盘进来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整体了 对不对啊 但是我们需要一步一步设置 对 这里边既然需要保存的一个路径 当然这个路径的位置 我们可以把它写到配软件去做去 对不对啊 用如果改变配软件 就能改变这个session 自己的存储 对吧 也可以用一些办法 把这些命名去分屋去安装 都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把它既然是累了 我们把它升级成 私有的属性 对吧 在这里使用就可以了 直接给值也没关系 或者构造方法给值 当然我们这个我们用的时候 我并不想用构造方法 为什么并不想用构造方法 因为我想使用一种方式 什么方式 就是静态的方式 因为所有的方法 如果我都做成静态的话 效率是个好一些 对不对 而且用的时候不用对象 就可以用对不对 对吧 所以我们尽量能用静态的 尽量用静态的 这里边所有的方法 都变成静态的 每一个方法都是变成静态的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是不是现在都变成静态的了 变成静态的了 这里边这些里边使用路径 这个路径非静态的 咱们前面讲明对象重点说过 静态方法里边不能访问 非静态成员对不对 想知道为什么 大家还得看看前面变成对象的值 这话我就不多说了 必须把它标出静态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里边 还用global包含了吗 都不用了 你看都简化了 把这几个都可以去掉 是不是都不用global 好了 好 那我们这里边在使用路径的时候 我们只要在路径前面加上一个什么 sell 是不是就能找到这个值了 因为在使用成员成员的静态属性 所有这个都加个sell 所有路径的前面 所有路径的前面 global 这块一个 sell 就可以了 你看 还有其他pass的地方吗 没有了 因为这类比较小 就这么几个对不对 那这是改完了 那下一步你看 像这个启动的时候 这个应该也变成方法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写在外边 和34大一样 写在外边 找这个位里边成员 这样去 ok 是没问题的 然后我们调用方法 都是得改对不对 但是这种形式法 我们把这个类包含进去之后 我们还得每次都设置这个调用 是比较麻烦的 用不用起来 必须都有这一步 能不能把这一步和33大一步 也写到这个类里边去呢 可以 我们只要在这里边再加个方法 比如说 我们就加一个叫做 public st tac faction 我们叫它start方法 随便起一个方法 对吧 当然在这里边 我们可以把路径启动的时候 指定路径传进去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pass 启动的时候把路径传进来 pass 默认就是我们让它是这个值 可以吧 然后这话我们就不需要了 然后在进费方法里边 我们一掉的时候要pass self 本身类类的pass 等于传进来pass 这样的话我们掉次大方法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怎么办 可以给这个属性复值了 对这样的效果 然后我们把这一两条袋吗 就不放在下面了 全部拿出来 是不是外边就没有东西了 那全是放在一个类的整体里了 这样你放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外边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只需要用这个类的file se slsession 类里边的静态方法 是不是用两个冒号访问呢 访问这里边的start方法 如果不传参数 是不是就默认了 我现在传一个路径 是不是就可以改变路径 这类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块就是什么 使用这个相当于开启 对不对 相当于这是开启绘画 然后在这里边 调用其他的方法 但是问题在哪呢 现在这里边传的回调方法 看到了吗 如果是找本类的 是找外边的 现在是找外边的 相当于这会有个open方法 是找内外边的 过程的一个函数 不是找本类的方法 对不对 那我们说 如前面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当然咱们课程中 一直不常用这个东西 对不对 但是前面那是讲过的 什么呢 如果回调函数 是调用对象中的成员方法的话 那这块就是一个速度 后边是对象 后边是对象的方法 明白这意思吧 如果是调用一个类中的静态方法的话 咱们这个没有对象吧 是不是都静态的 那这块我们第一 就是一个速度 速度前面第一个指定类名 看到了吗 就可以了 但是呢 如果每次都指定这个类名 万一这个类名你改变了 对吧 是不是所有方法都可以改变了 所以有一个魔术常量 可以代表自己的类名 谁啊 杠杆 CLASS CLASS 杠杆 这个可以代表本类 对不对 那调用本类中的 什么方法呢 OPIN方法 你看 如果我把参数都这么写 这块 A-L-A-Y 用-X-CL 本类的close方法 对吧 然后再过来 再写 本类的读的方法 然后再回过来 当然你可以复制更快一些 本类的写的方法 还有本类的销毁方法 然后还有就是本类的计息方法 通过这个方法 其实跟原来的过程是操作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我现在干嘛了 要用本类的静态方法来完成这些事情 对不对 一样可以把本类的静态方法注册给PSP手工序 然后开启的时候 用这些也就用下手的方法完成过程 当然在这类里边还可以加一些其他的方法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整体了 对不对 我们用的时候你可以放在任何位置 或者放在类的一些加点进步下都可以 对不对 整体反应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那咱们写这个 也是为了后边咱们往数据库里存 往minecraft里存 咱们打下一个结构的基础 好吧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可不可以用 还是在配置文件里边是包含了文件 文件里边有类 类里边不用直接打对不对 当然类放在其他地方 我们再试一下好不好用 我们还是把30文件已经清除了 对不对 对 那再重新登录 然后妹子 登录 你看一样可以直接文件缓存慢了一些 对不对 然后再推出 其实跟原来的功能一模一样 只不过咱把结构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 对不对 那上边你就去掉 那这话就是自定义塞身什么存储文件方式的类 对吧 这个词大就是什么 开启和出实话 出实话使用的 对吧 那参数呢 就是什么 参数需要一个路径 这不就可以了 看一下 没有问题了 只要在这个之前包含这个类就可以了 对 好 那这个我们就是这些课的目的就达到了 就是为了改变什么 改变一个结构 知道吗 当然这点方法 有一些设置呢 咱们只是完成最基础的功能 对不对 需要一些更优的东西去设置 对 对吧 好 谢谢大家 我们这节课就介绍到这里 好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